欢庆警察节的到来 新庄分局担奉交通警友站及全体顾问 为了感谢严谨们平日对治安及交通维护工作的辛劳 尤其是防疫期间 婆理事大人更是站在低线 资源和协助防疫工作真的是功不可没 因此警友站特地制证了精美礼物 向这群人民保姆表达慰绕之意 欢庆6月5警察节到来 新北市警察局新庄分局担奉交通警友站及全体顾问 特地赠送礼品 借此慰绕原警们平日维护地方治安交通的辛劳 新庄分局长林温柔则感谢警友站全力的支持与关照 我们感谢我们担奉警友站 还有相关的顾问来慰绕我们担奉派遣所及交通组队 对于过去一年来的一个执行的辛劳 肯定我们过去为治安的努力跟付出 警察节到了我们担奉警友站 林栋梁站长特别率前提顾问 到我们丹洪派遣所自证礼物给我们 那我们新庄分局长林温柔也特别来感谢丹洪警友站 对丹洪派遣所严谨的付出 在这个疫情的当下 我们警察的整个勤务对家更辛苦 所以说在警察节 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警友站的同仁 表示对我们警察感谢之意 在这边祝我们警察节快乐 破例是大人一整年忙于治安及交通维护工作 尤其原警更正在第一线支援及协助防疫工作功不可没 包括里长和警友站资深顾问也在百忙之中出席参加 并向这群人民保姆祝贺警察节快乐 感谢丹洪派遣所 大家的这个维护治安的辛苦 那在这里也是需要我们这个丹洪警友站的这个站长 我们动两哥来协助我们女察 因为支持我们警察弟兄就是其实支持我们自己 希望我们所有警察同仁在执行的时候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在疫情当下 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静 防疫期间带有温馨的气氛 担负交通警友站默默的付出 透过简单的治证方式 感谢原警们为社会治安及打击犯罪 复兴心力至上最崇高的警力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